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班里的朴俊泰 一个温文有理的孩子 深得老实的喜爱 因为撒谎太多所以不被信任的韩姨 在即将进入厕所前憋不住弄脏了裤子 韩姨扭捏着铺子去找哥哥韩星 兄弟俩的父母总是很忙碌 在工作的时间都是由哥哥韩星来照顾弟弟 韩星是个懂事礼貌的孩子 可面对弄脏裤子的弟弟还是忍不住嫌弃 哥哥稳重懂事 弟弟调皮活泼 兄弟俩的感情一向很好 这也给忙碌中的父母一些安慰 只是韩星的身体一直不舒服 在熟练地吃下药后 拿起闹钟交给弟弟 让他在闹钟响起时叫自己起床 好能够赶上去补习班的时间 可韩一的注意力完全被游戏吸引 顺手关掉了哥哥拿来的闹钟 在嘈杂的游戏声音中 韩星痛苦地蜷缩在沙发上 直到听到妈妈下班回来的声音 韩一匆忙关掉游戏 韩星哥哥 妈妈发现兄弟俩没去补习班 忍不住对哥哥发起脾气 韩一的成绩本来就不好 韩星为什么不能好好带着弟弟学习 身为哥哥就没有一点自觉性吗 妈妈没有注意到韩星的头发已经被汗水打湿 依旧愤怒教训着不懂事的孩子 韩星低声地道歉后 忍不住身体前倾 凸在了地上 妈妈这才注意到孩子的身体出现问题 匆忙悲喜的儿子 拉着小儿子 焦急地穿梭在医院的人群中 身旁四处可见生病的孩子 和焦急守护在孩子身边的母亲 医生的检查结果并不容乐观 韩星的视力出现重影 需要CT照射才可以知道结果 韩一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踩着轮滑鞋在医院里跑来跑去 直到一个不小心撞到刚检查结束的哥哥 担忧孩子病情的妈妈忍不住打了韩一 自觉有些委屈的韩一 闷闷不乐地坐在椅子上 韩星主动安慰起弟弟 给他讲起放屁兄弟的故事 哥哥总是可以轻易地逗笑弟弟 却不知道自己即将面临着什么 韩星的脑袋里长了一块肿瘤 持续不断压迫着他的神经 所以韩星才会感到不舒服 感到恶心 收到消息的爸爸赶来医院 比起妈妈是无惧系的操心家庭 爸爸在家庭里充当的 则是开心果的作用 孩子们都很喜欢笑呵呵的爸爸 妈妈得知结果 脸上愁云密布 看着开心的父子三人 心中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当孩子问出那句 妈妈 这次我没有撒谎 我是真的生病了吧 妈妈讲言欢笑 安慰着孩子 在他的心中 多希望孩子只是在撒谎 他的孩子调皮一些也没关系 只要健健康康的就好了 爸爸将韩仪抱到沙发上 告诉他 这次哥哥是真的生病了 为了防止韩仪捣乱不听话 自己会把一个笔记本交给哥哥 哥哥可以记录韩星不乖的时候 交给自己 受到威胁的韩仪 不开心地朝着哥哥闹起脾气 他不明白 为什么父母都要偏帮着哥哥 爸爸想要安慰妈妈 让他不要太过伤心和难过 孩子的病能及时发现 也是一种幸运 听着丈夫的话 妈妈忍不住发起脾气 一直以来都是自己在照顾家庭 因为太忙 所以没发现孩子生病 甚至在孩子不舒服时 还大声训斥了孩子不懂事 自己在做傻事的时候 丈夫又在哪里 说着埋怨丈夫的话 其实内心也在偷偷责怪着自己 究竟是怎样不合格的母亲 才会连孩子眼睛都快瞎了 都发现不了 妈妈将所有过错归结于自己 无知脸忍不住在寂静的医院大厅哭诉起来 自己的孩子应该怎么办才好 朴俊泰的妈妈是负责学生饮食的老师 每次打饭时都不忘嘱咐同学和自己儿子好好相处 看着精致可口的甜点 寒衣忍不住偷偷多拿了一块 即使再怎么调皮不懂事 也知道有好东西要和生病的哥哥一起分享 可哥哥病床前进食两个子那样显眼 以至于让他无法接受弟弟的好意 韩兴告诉弟弟医生要给自己做手术 将脑袋里的坏东西取出来 韩医将所有自己不知道的事物 统称为是别人在撒谎 他无法想象怎么会有人要切开哥哥的脑袋 直到爸爸拿着推子走进来 韩医看着哥哥的头发被剃光 光秃秃的样子真的很可笑 再怎么懂事的孩子 看着周围一片白色 闻着刺鼻的酒精味 心中都忍不住感到害怕 恐慌 韩兴下意识寻找妈妈的身影 希望在手术后还能让妈妈陪在自己身边 看起来懂事乖巧的哥哥 也在无数次期盼着妈妈的陪伴 彼时的他即将进入手术室 却不忘做怪脸逗弟弟开心 乖巧的招手和父母示意 不让他们过于担心 悠长冷清的白色走廊 堆满了离别与喜悦 有人在这里喜极而泣 有人在这里泣不成声 当尚处于昏迷状态的韩兴被推出时 妈妈焦急地陪伴在身边 希望儿子可以熬过这一关 当韩兴有些虚弱地叫弟弟时 父母都高兴地险些跳起来 儿子能够成功从手术台上下来 于他们而言是最大的胜利 在医院的少儿肿瘤部 韩兴见到了许多和哥哥一样 替着光头的孩子们 与自己在学校见到的孩子并没有什么不同 只是都是光秃秃的样子好可笑 医生嘱咐韩兴的家人 因为刚做完手术免疫力低 所以要记得将两个孩子的用品分开 避免韩医把病毒传给韩兴 伤口患药带来的痛苦 就连有些成年人都无法忍受 韩兴却没有发出一丝声音 护士想用问题来转移孩子的注意力 却始终得不到回应 妈妈有些生气地抱怨 韩兴为什么不说话 似乎懂事的孩子没有任性的资格 片刻沉默后 韩兴流下眼泪 她忍不住抱怨起来 但是忍受痛苦就已经够难受了 为什么还要让自己去回答别人的问题 妈妈再一次忽略了孩子的感受 忍不住抱住韩兴道歉 无助的母亲抱着生病的孩子 恨不得将孩子的痛苦转移到自己身上 因为孩子生病 妈妈不得不辞掉工作 专心在家中照顾陪伴孩子 原本说好的暑假野营 也因为韩兴生病被迫取消 为了不让两个孩子失望 妈妈搬来家中所有的盆栽 搭好帐篷 将客厅布置成森林的样子 第一次下厨做了美味的紫菜包饭 虽然看起来有些糟糕 却因为是妈妈亲自做的而格外美味 虽然没有痛快地出去玩 可寒一却没有抱怨 仔细地在本子上写上一句话 等哥哥好起来 我们再出去玩 那个时候的哥哥 应该长出一些头发了 暑假过后的孩子们 兴奋地讨论着暑记生活 有人去了外地 有人去了乡下 朴俊泰则跟着父母去了迪士尼 因为家境优越而被孤立的朴俊泰 及时偷偷羡慕着孩子玩寒一 只是两个孩子性格迥然不同 所以总是无法好好相处 寒星还是像往常一样来接弟弟放学 在夏日包裹岩室的他 引起孩子们的讨论 寒一迅速收拾好东西出门 警告同学们 不许用奇怪的眼神打量哥哥 性格外向的他也知道 用自己的方法保护哥哥 失去工作的妈妈 面临孩子的医药费 看着家里的账单不免有些头疼 正在看电视的寒一想要逗妈妈开心 学着电视里爱豆的样子 跳起了炫酷的舞步 妈妈看着小儿子健康活泼的样子 忍不住露出了笑容 一直在房间的寒星被吵闹到 忍不住出门抱怨 让家人小声一些 正在镜头上的寒一被哥哥泼了冷水 坐到他身边大声喊叫起来 丝毫不知道如今哥哥因为生病 正在忍受着极大的痛苦 寒一只知道父母现在更喜欢哥哥 哥哥也不再像以前那样爱护自己 他忍不住在卫生间哭了起来 无视妈妈在外面的劝说 自己洗了头 看着只属于哥哥的毛巾 出于报复哥哥的心理 故意拿他的毛巾擦了头发 讨厌的哥哥为什么要生病 可寒一没想到自己的一个小举动 会害得哥哥那样难受 以至于不断高烧呕吐 这不是他想要的 他只是想要哥哥像以前一样照顾自己 父母急忙背上哥哥去医院看病 寒一第一次被孤零零地留在家中 没有了父母和哥哥的约束 好看的电视节目都变得无聊起来 看着那块被自己用过的毛巾 寒一心中气愧疚又害怕 等到爸爸回到家中 他忍不住哭着 趴在爸爸怀中道歉 哥哥会突然生病 就是因为自己用了他的毛巾 他不想害哥哥生病的 为了表达自己的歉意 寒星拿出从同学那里迎来的卡片 小心翼翼地放在哥哥的书里 在这个病房里 还有许多生病的孩子 其中最活泼开朗的莫国与小区 明明身患癌症被痛苦折磨 却会主动认识新朋友 给脾气不算好的寒一 送上美味的打糕 父母为了让儿子过得更开心 每天都笑呵呵地与孩子一起玩闹 他们一家是病房里最快乐的 在一起观看电视节目时 小旭主动和寒星攀谈起来 说在上一期节目中出现的泰山大叔 就住在自家的后山上 寒一不假思索地指责他在说谎 寒星这次站在了小旭身后 指责弟弟不要胡说八道 面对想要成为像玉童子那样搞笑一人的小旭 寒一也毫不犹豫地选择笔疑 他认为小旭抢了自己哥哥的疼爱 所以痛快地在他面前玩着滑板 炫耀着自己高超的技术 没想到哥哥寒星会选择用笔记本来威胁自己 寒一不得不乖乖交出滑板鞋 不满地坐在一旁对小旭不专业的动作指指点点 哥哥应该只疼爱自己一个人才对 手术后的寒星情况并没有变好 不得不通过放射线来治疗 黑暗的房间里 他紧紧握着妈妈的手 在卫生间陪寒一上厕所的妈妈 忍不住偷偷哭了起来 长时间的哭泣让他的脸和眼睛都肿了起来 一向乐观的小旭妈妈进入卫生间 静静地接了一面盆的水 将自己的脸完全浸泡在里面 带着几分无奈地笑着说 谁规定不能在生病的孩子面前哭的 害得我每天都要在厕所里偷偷哭 哪有什么天生乐观的父母 不过是不愿意再让孩子担心罢了 在陪同孩子和病魔战斗的路上 小旭妈妈总结出来自己的经验 在水里哭脸不会肿 才不会让孩子看着自己难过 在寒一高兴的叫喊声中 两位母亲看着自己湿淋淋的头发 忍不住露出苦涩的笑来 如果可以 他们多想代替孩子受罪 因为同病相怜的缘故 寒星对小旭越发照顾 不仅送给他自己的轮滑鞋 还将寒一送给自己的卡片送给小旭 看到这一幕的寒一有些生气 都是这个讨人厌的小旭抢走了哥哥 他愤怒地从他手中夺过自己的卡片 将人狠狠地推在了栏杆上 推嗓间 小旭流出了鼻血 却没有多说什么 仰着头 自己回了房间 不会哭闹的孩子 看起来格外让人心疼 寒星第一次说出 弟弟是个讨厌鬼 这样的话 被哥哥嫌弃的寒一 难受地坐在楼梯上 那一张卡片是因为哥哥生病 才舍得送出的 哥哥怎么能轻易将他送人 面对一点也不珍惜自己心意的哥哥 寒一也忍不住生气 自从哥哥生病住院 不仅抢走了父母所有注意力 就连对自己的爱也要分给别人 在学校的足球比赛上 因为朴俊泰总是拖后腿 心里憋着气的寒一 将所有怨气发泄到她的身上 狠狠地用拳头打了同学 等到朋友们好不容易将两个人拉开 朴俊泰的脸上已经受了伤 却什么也没说跑开了 朋友们有些担忧 万一朴俊泰告诉家长的话 寒一一定会受到惩罚的 寒一心里有些害怕 不自觉地跟在朴俊泰身后 直到听她没有向家长告状后 才忍不住松了口气 转身离开 小旭马上就要出院 但她却开心不起来 因为在医院有温柔的哥哥陪伴自己 寒星安慰她 自己会去家里找她一起玩 听到寒星许下的承诺 小旭这才开心地收下礼物 寒一打同学的事情 还是被老师知道了 她带着礼物来探望寒星时 顺便告知寒一妈妈这个消息 希望她可以严格地管教孩子 听到这里的寒星悄悄下床 准备去找弟弟 让她暂时出去躲避几天 恰好小旭来给寒星 送写有自家地址和电话的纸条 两个人一起用公共电话联系寒一 寒星想让寒一去小旭家过周末 小旭也非常欢迎寒一的到来 寒一虽然心里抵触和小旭一起玩 觉得正是她分走了哥哥的爱 可看着妈妈的电话 寒一没有勇气回到家中 只能暂时和哥哥分别 踏上去往小旭家的大巴 小旭家住在市郊的村子里 需要坐很久的车才能到达 为了给孩子治病 家里早已负债累累 简单的泡菜 在孩子眼中都如此美味 这是寒一许久没体验过的家庭用餐 她很快和小旭打成一片 看着开心的孩子们 父母也忍不住露出笑容 短短一天的相处 让两个孩子之间迅速建立起友谊 次日看着小旭因为生病 而满是伤痕的身体 寒一忍不住有些同情 哥哥的身体 以后也会变成这样吗 小旭主动提出带寒一 去后山找泰山大叔 好奇心驱使寒一和小旭一起踏上征程 孩子们开心地穿梭在山林间 这是许久没有过的自由和账快 跑得开心的他们没注意到脚下的路 一个不留神就甩进了一片花田中 白色的厨局开得如此鲜艳 两个孩子各有不同的叫法 在鸟鸣之中摸索着前进 终于在深山里发现了泰山大叔的小屋 孩子们没注意到 身后出现了一个穿着斗篷 浑身脏兮兮的男人 他拧开一个水壶递给孩子们 像是野人一样的形象 吓得寒一本能地扭头逃跑 没有来得及顾上身后的小旭 直到跑出去很久 才发现小旭不见了 不能抛下朋友的信念 让寒一鼓足勇气 转身回去寻找 看着倒在地上的小旭 他慌乱地将人背在自己身上 费力地迈着脚步 向家的方向而去 可瘦弱的身躯 支撑不了伙伴的重量 误以为小旭离开人世的寒一 抱着伙伴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 泰山听到孩子的哭声赶来查看 将自己的水喂到小旭的嘴巴里 只是因为缺水而晕倒的小旭 很快清醒过来 可不知情的寒一 却误以为那水是有魔力的 可以让人起死回生 泰山抱起两个孩子 如同鸟儿一样自由飞在半空中 凌空而起的刺激与喜悦 让孩子们开心地大喊出来 泰山大叔果然是有魔力的 正在玩耍的孩子们不知道 他们的父母因为担心 正在四处寻找 听见家长们焦急的呼唤声 泰山将孩子们放在地上 转身消失在了山林中 第一次感到生气的寒一爸爸 刚想教训儿子的不懂事 就听到小旭的父母夸赞孩子 我们的小旭都能自己出门玩了 看起来身体真的好了 本以为会受到责备的孩子 听到这话 忍不住偷偷对视一笑 晚上 安一忍不住将泰山喂水的事 分享给哥哥 韩兴不是单纯幼稚的孩子 当然知道世界上 没有让人急死回生的药水 哄着弟弟要赶紧睡觉 并没有把他的话放在心上 因为病情严重 再次入院的小旭 这一次浑身插满了管子 躺在床上 前来看望的兄弟俩 恰好在门口听到医生的话 小旭的身体已经不足以支撑接下来的治疗 那些昂贵的抗癌药对他的病情也没了帮助 小旭母亲不肯放弃 他不甘心就这样放弃 已经坚持了三年 他们为了挣钱 牺牲了太多陪孩子的时间 如今怎么忍心就这么放手 哪怕多一天也好 起码给他们个机会好好陪伴孩子 可一声一句 你明知道没效果的话 瞬间让小旭妈妈忍不住哭出声来 他的孩子为何如此命苦 听到这些话的韩一 想要帮小旭完成愿望 独自骑着自己的车 来到育童子表演的地方 独自一人前来的他 被服务生挡在门外 韩一不断哀求着对方 请求他可以放自己进去 见育童子一面 看着孩子可怜兮兮的模样 服务生好心为他指路 告诉他在不远处的停车场 可以找到育童子 韩一拿着自己写下的话 围着车辆不停地念叨着 即使外面瓢泼大雨也毫不在意 就这么一直静静地等候许久 直到车门打开 一位大叔下车拿走他手里的纸条 得到答复的韩一 在雨中骑得飞快 想要以最快速度 将这个好消息告诉小旭 你最喜欢的育童子要来看你了 韩一耐心地守在医院门口 想要在人群中一眼看到那个期待的身影 他如此专注 以至于没发现爸爸就在身后 面对妈妈要带自己回家的话 韩一耍赖着钻进哥哥被窝不肯离开 万一育童子来了找不到自己该怎么办 看着有些奇怪的孩子 父母以为他是担心哥哥并没有多想 韩一不知道的是 明星出场向来低调 郁童子悄悄地来到小旭所在的病房 故意用笨拙的动作取下口罩 露出标志性的笑容来 小旭真的醒来了 看着眼前自己心心念念的郁童子 忍不住笑了起来 接到小旭醒来消息的父母 匆忙赶来医院病房 郁童子将小旭架在自己脖子上 开心地和孩子们互动着 这是病房里久违的欢乐与笑声 郁童子正是授予小旭 嘎嘎们的身份 孩子又可以像以前那样开心的玩笑 小旭妈妈第一次忍不住 当着孩子的面掉下眼泪 韩星在生病后第一次夸赞弟弟 听着伙伴的盗窃 韩一录出开心真挚的笑容 原来帮助一个人 是一件这么酷的事情 他忍不住拍下病房里的一幕 却没注意到 哥哥因为难受 再次来到走廊呕吐 医生的建议是 放弃视觉神经 或许还有机会救孩子一命 看着手术同意书上的种种后果 爸爸握着笔 怎么也没有勇气 签下自己的名字 他们谁都不敢保证 自己的孩子 能活着从手术台上走下 渺茫的机会摆在眼前 是选择相信 还是选择放弃 这对父母来说也是一种残忍的选择 再次要做手术 让孩子都无法接受 哥哥会死吗 为什么要再次做手术 孩子单纯的问题 瞬间让妈妈红了眼眶 醒来的韩星想要见弟弟一面 想和弟弟说几句悄悄话 不想看到妈妈红着眼眶的样子 父母强颜欢笑 安慰着儿子 将独处的时间让给了孩子们 想让妈妈开心起来的韩星 偷偷嘱咐弟弟要记得懂妈妈笑 虚弱着将笔记本交给弟弟 弟弟已经成长得足够懂事 不必再让自己实时监督 再一次面临手术台的恐惧 韩星害怕这一次会是诀别 一遍遍的哀求妈妈自己不想懂手术 懂事的孩子变得任性 哭闹着不肯进入那个冰冷的手术室 不断地哭喊着妈妈的名字 这一幕足以让所有的母亲心碎 我的孩子 妈妈就在这里等着你 求你一定要坚强地挺过去 妈妈会一直陪着你的 一向乐观的爸爸都忍不住红了眼眶 等待着的煎熬折磨着夫妻二人 妈妈在手术室外不断祈祷 爸爸胆怯地躲在医院楼梯间 哪怕是用自己的生命交换也好 只要让孩子可以平安地活下来 韩依不像往常一样调皮捣蛋 心里却依旧挂念着做手术的哥哥 再来到学校后偷偷转身离开 不小心撞到了朴俊泰 他主动问起韩星的病情如何 自从哥哥生病后 这是第一次有同学问起哥哥是否还好 来自死对头的关心 让韩依重新打量起还不算讨厌的朴俊泰 他主动将自己的计划告诉对方 朴俊泰用自己的零花钱买了具小旭家里的票 韩依想要找到泰山大叔 想要问他要那可以及此回生的水 昔日的对手成为同行的伙伴 不顾身体的疲倦 争分夺秒地奔跑在山林中 可泰山大叔却不知去向 韩依无助地看着四周 就是这里啊 没错啊 韩依不断呼喊着泰山大叔 忍不住哭了起来 求求你 快出来吧 我的哥哥快要死了 求求你施展魔法救救他好不好 韩星的肿瘤远比预想中要麻烦 好在医生已经完全将肿瘤切除 现在需要家属陪护在孩子身旁 正在深山里寻找的韩依 耳边似乎听到了急速的滴滴声 他捂住耳朵 焦急地想要一个奇迹 姚俊泰找到了泰山掉落的水壶 和一汪泉水 两个小伙伴马不停蹄地赶回医院 下了手术台的韩星没有如愿醒来 监护的机器不断发出刺耳的滴滴声 父母扭过头 不忍心看虚弱的孩子 直到韩依和俊泰带着水壶赶来 护士尽职尽责地守在门口 俊泰故意打翻篮子 为韩依争取机会跑了过去 孩子在父亲怀中不断地挣扎着 直到水壶被洒落在地的瞬间 韩星缓缓睁开了眼睛 仪器恢复了挣扎 或许地上缓缓不断流出的水源 他真的充满魔力 这一刻韩依终于救下自己最爱的哥哥 韩星转头看向小旭 他低声地向韩星道别 韩依察觉到不对劲 当他走上前去 小旭已经停止了呼吸 小旭 小旭你快醒醒啊 韩依被父母抱到一旁 看着不断抽气 抖动着的小旭父母 心中说不出的难过 为什么小旭也喝了那水 却没有成功地活下来 韩星缓缓地流下了一滴眼泪 他是幸运的 可和他同病相连的孩子 却如此不幸 韩依将真爱的卡片 和小旭最爱的话 轻轻放在了白布上 小旭 我们下辈子早点做朋友吧 我一定会把自己最珍贵的玩具 都送给你 手术后的韩星身体逐渐恢复健康 被剃掉的头发也一点点长出 虽然失去了眼睛 他却仍旧在努力学习 倒是韩依仿佛没有便移啊 闹着要拉哥哥出门打血仗 不同的是 这次换他来照顾哥哥 细心地为哥哥穿好后衣服 在为哥哥找手套时 韩依无意间看到 小旭留下的地址和电话 那个许诺一起玩的约定 那个再也听不到的电话 成为兄弟俩心中 永远的伤痛与怀念 当他们在大学中嬉笑玩闹时 总会不自觉地想起小旭 那个会撒谎骗人 调皮任性的孩子 在一场充满苦涩甜蜜的旅程中 也终于学会成长 全篇完 哥哥我爱你 是一部上映于2005年的 韩国剧情片 根据作家金恩静 亲侄子的真实故事改编而成 影片里的韩星原型 在经历次次手术后 跟随父母移民到国外 继续接受治疗 直到电影上映前 还在与病魔抗争 导演林泰亨 被孩子们的故事所感动 在儿童癌症中心 住了整整三个月后 才开始策划这部电影 孩子们在影片中 所表现出的兄弟情 让人动容 韩依虽然年幼不懂事 却深深地爱着哥哥 愿意为了哥哥能够活下去 而费尽千辛万苦 去寻找可以让人 起此回生的魔力水 在孩子心中 哥哥就是哥哥 是最独一无二的存在 是要陪自己一起长大的人 这是一部含蓄内敛的亲情片 几次让我流下眼泪 亲情如同秋日午后的暖阳 温暖而含蓄地 照耀在你我的身上 爱情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遇到 亲情却是一直陪伴在我们身边 爱情是一时有友情陪伴 友情破碎时 陪伴的只有亲情 我们如同大海上飘零的小船 亲情就如同等待我们靠岸的港湾 一路走来的我们 可能见过无数的美景 可最后静静等待我们的 只有亲情 我一直以为亲情与我而言 是珍惜物品 可看完这部影片 忽然回想起我儿时因为传染病 发着高烧躺在床上昏睡 在一个因为难受睡不着的夜晚 当我迷迷糊糊睁开眼睛时 却看到母亲偷偷在服务牌前 哭泣祈祷的声音 别让我的孩子生病了 把她的疼痛都转到我的身上吧 时隔多年 这仍是我每次回想起 都忍不住落泪的声音 时隔多年 我才体会到其中蕴含着的深沉的爱意 原来亲情离我并不远 原来你一直在我身边守候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看完电影 也想起了自己身边的一些事 欢迎在评论区 讲讲你的故事 晚安 我们下个故事再见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